父亲空难举国哀悼 艺人阿妹也在脸书上 用自己的歌声疗愈大家 还有网友自发信的到了捷运站 用白玫瑰摇记48名的罹难者 国外有不少航空公司 也上传了一张张祝福的照片 希望台湾可以早日走出伤痛 动人的歌声献给每一颗受伤的心 阿妹一早在脸书上 献唱二姐的《咖哩咱吊吊》 听到的人都说感动得让人掉泪 空难发生的第三天 台北还有网友自发到捷运站 用白玫瑰摇记马航空难的 48名罹难者 我以前是在空军当任那个消防员 就是在救有空难的时候的消防员 所以看到特别的难过 而国外的航空公司 以及最近同样备受煎熬的马航 也在网络上分享了 为台湾加油打气的照片 愿这些温暖的力量 能够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记者综合报导